A'udhu Billahi Minashay Tani Arrajiin Bismillahi Ar-Rahman Ar-Rahim Sa-ffati Sa-ffa 以列班者发誓 以驱策者发誓 以颂读教诲者发誓 你们所当崇拜者却是独一的 他是天地万物之主 是一体却东方的主 我却用文采记繁星点缀最近的天 我对一切叛逆的恶魔保护他 他们不得窃听上界的众天神 他们自各方被射击 被驱逐 他们将受永久的刑罚 但窃听一次的 灿烂的流星就追赶上他 你问他们吧 究竟是他们更难造呢 还是我所创造的更难造呢 我去用沾土 创造你们 不然你感到惊奇 而他们却嘲笑你 他们虽然教诲却不觉悟 他们虽见迹象却加以嘲笑 他们说 这个只是明显的魔术 难道我们死后 已变成修骨和尘土的时候 必定复活吗 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 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 你说是的 你们都要悲见地复活 才听一声呐喊 他们就沾网着 他们说 伤在我们 这就是报应之日 这就是你们所否认的 判决之日 你们应当计合不义者和他的伴侣 以及他们是珍珠而崇拜的 然后指示他们火遇的道路 并拦住他们 因为他们的确要受审问 你们怎么不护住呢 你们怎么不护住呢 不然 他们在今日是顺服的 وأقبل بعضهم على بعض يتساءلون 于是他们说 于是他们大家走向前来互相谈论 这些人说 你们却用全力胁迫我们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不然你们自己原来是不信道的 我们对你们绝无权力 不然你们是悖逼的民众 不然你们是悖逆的民众 所以你们使我们迷雇 我们自己也确实迷雾 在那日他们必定受刑罚 我必定这样对待犯罪者 他们却是这样的 有人对他们说 除真逐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们就妄自尊大 并且说 难道我们务必要为一个狂妨的诗人 而抛弃我们的众神灵吗 不然他招式了真理 并证实了历代的诗者 他们必定尝试痛苦的刑罚 他们只因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 为真主的称诗人 为真主的称诚的众仆 各种水果 同时他们是受优待的 他们在恩泽的乐园中 他们在恩泽的乐园中 他们坐在床上彼此相对 他们坐在床上彼此相对 背中甚满沉泉 颜色洁白 因者无不称为美味 陈泉中无麻醉物 他们也不因他而酩酷 他们将有不是非礼的美目的伴侣 他们仿佛被珍藏的脱卵样 于是他们走向前来 互相谈论 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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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 你不是不是 有些人 他们说 他问我 你确实诚信了吗 难道我们死后 一变成成土和小谷的时候 我们必定要受报酬吗 他说 你们愿看他吗 他俯视下面 就看见他在火域的中央 他说 以真主发誓 你的确几乎陷害了我 如果没有我的主的恩慈 我必定在被拘禁者之列 我们不是在死的吗 没有我们初次的死亡 而我们绝不会受刑罚吗 这却是伟大的成功 工作者应当为获得这样的成功而工作 这是更善的款待呢 还是赞苦術 我以他为不义者的折磨 我以他为不义者的折磨 他的花壁仿佛 他的花壁仿佛魔头 然后他们必定要在那些果实上加饮沸水的烘汤 然后他们必定要归于火域 然后他们必定要归于火域 他们必定要归于火域 他们必定会发现 他们的祖先是迷雾的 他们却依着他们的踪迹而奔驰 在他们之前 大半的古人却已迷雾了 在他们之前 却已派遣过许多警告者 你看被警告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除非真主的沉洁的仆人们 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 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 脱离大难 我是他的子孙得以生存 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 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 我是他的令民 远从后代 在各民族中 在各民族中都有人说 祝努哈平安 在各民族中 immigration 我拯救他和他计划 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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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是别的人淹死 他的宗派中却有一不拉新 当时他带着健全的心灵来见他的主 当时他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 你们崇拜什么 难道你们舍真主而悖逆地崇拜许多神灵吗 你们对全世界的主究竟做什么猜测 他看一看心肃 然后说我势必要害病 他们就背离了他 他就悄悄地走向他们的众神灵 他说你们怎么不吃东西呢 你们怎么不说话呢 他就悄悄地以右手打击他们 众人就急急忙忙地来看他 他说你们崇拜自己所雕刻的偶像吗 他说他们说 他们运谋害他 而我却使他们变成占下分的 我的主啊 就是赏赐我一个善良的儿子 他就是一个宽厚的儿童向他报信 当他跟他说 他说 يا父亲 我看在你宽厚 我看你宽厚 看你什么你看 他说 يا父亲 做什么你做 当他长到能帮他操作的时候 他说我的小子啊 我却梦见我宰你为牺牲 你考虑一下 你究竟有什么意见 他说我的父亲啊 请你执行你所分的命令吧 如果真主意欲 你将发现我是坚韧的 他们俩既已服从真主 而他使他的儿子侧握着 我喊叫说 我认识那个梦了 我必定要这样报仇 心善的人们 这却是一个明显的考验 我以一个伟大的牺牲熟了他 我是他的令民永从与后代 祝伊布拉新平安 我这样报仇善者 他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我以将为先知和善人的伊斯哈克向他报仇 我将服于他和伊斯哈克 他们俩的子孙中将有秦善者和公然自暴自弃者 我去施恩于摩沙和哈伦 我曾使他们俩极其宗族得免于大难 我曾援助他们 所以他们是胜利者 我赢得免于他俩三名的经典 我只是他们俩正直的道路 我是他们俩的令民永从与后代 祝穆沙和哈伦 祝穆沙和哈伦平安 我必定要这样报仇善者 他们俩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以利亚斯却是使者 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 难道你们不畏惧真主吗 难道你们其道百二里 而舍弃最优越的创造者 真主你们的主 你们的祖先的主吗 他们否认他 所以他们必定要被拘禁 为真主的纯洛 为真主的纯洁的众仆则不然 我使他的令民永从与后代 祝以利亚斯平安 祝以利亚斯平安 他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他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当时我拯救了他 当时我拯救了他和他的全体信徒 唯有一个老夫人和其余的人 没有获得拯救 然后我毁灭了别的许多人 你们的确朝夕经过他们的遗迹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尤诺却是识者 当时他逃在那只满赛的船舶上 他就专究 他却是失败的 大鱼就通了他 同时他是应受谴责的 假若他不是常赞颂真主者 他必葬身于父 直到后世复活之日 然后我将他抛到汉地上 当时他是有病的 我使一颗胡瓜长起来 遮着他 我派遮着他 我派遣他去教化十多万民众 他们便归信他 我使他们享乐至一定期 你问他们吧 你的主有许多女儿 他们却有好多儿子呢 还是 我曾将众天神造成女性的 他们亲眼看见我的创造呢 真的 他们因为自己的悖逆 必定要说 真主已生育了 他们却是说缓着 难道他不要儿子 却要女儿吗 你们有什么理由 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 你们还不觉悟吗 难道你们有一个名证吗 拿出你们的经典来吧 倘若你们是诚实的人 他们妄言 他与精灵之间 有燕青关系 精灵却也知道 他们将被拘禁 超绝在真主 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 为真主的 纯洁的众谱 不被拒禁 你们和你们所崇拜的 绝不能把任何人引诱 去崇拜他们 除非是将入火域的人 中天神说 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指定的地位 我们必定是排班的 我们必定是赞颂真主的 他们的确常说 假如我们有古人所一流的教会 那么我们必定是 我们必定是真主的 纯洁的仆人 他们将不信真主 他们不久就知道了 我对我所派遣的仆人们 已有约在先了 他们必定是要被援助的 我的军队必定是胜利的 你们暂时退遣的仆人们 你们暂时退避他们吧 你看着吧 你看着吧 他们不久就看见了 难道他们要求我的刑法早日实现吗 我的刑法一旦降于他们的庭院的时候 被警告者的早晨 真恶励了 你暂时退避他们吧 你看着吧 他们不久就看见了 超绝宰你的主 宗容的主宰 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 祝众识者们平安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